观音山中华大碑法藏佛教会 澎湖准提佛院主办 与幸福快乐的约定心灵讲座 在澎湖县演艺厅举行 由慈悲龙的上司法出讲 盛大举办与幸福快乐的约定心灵讲座 现场涌入境800人历龄会场 心灵仿佛被春雨洗蹄过班 清心自在 感到宁静而平和 前总统府战略顾问 郑德美上将嫌抗力 县府秘书长蔡奇贤 前县长王前发嫌抗力 等嘉宾接历龙盛会 幸福你静下来想 这么容易得到吗 这世间很多人 都有各式各样的命运 很多人都想得到各种幸福与快乐 有些得到了 但是就是很短暂 有一些得不到拼命追求 人生只有几十年 眼看就老了 也没得到什么样的幸福 每个人对幸福快乐的定义不一样 到底什么是真正 我们很有限的人生 值得追求的幸福 到底怎么样 我们的内心是真正的快乐 你要探讨一下 我们出生的时候 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这个父母啊 没得选 那是你投胎之前选好的 选了以后 就来到这个人世间了 出生了以后 你这个人生有一个过程 将来有一个结果 这个过程你要干什么 过程要有正确的观念想法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你的人生过程才会有幸福快乐 现场主办单位特地从尼泊尔空运底棚的转经轮 特别吸引群众驻足停留 大家纷纷把握机会多转几圈 专注虔诚的吉福许愿 隆德上师开示 人孝顺就有福 千万不要将父母肆语的身体 用来做消父母福寿的事 要学佛行善 自然福至心灵 也就是说 你跟佛菩萨求 不能台湾话叫做 康处母子 你一定要发一个善愿 他发愿我要帮师父弘法立生 用这个来交换我父亲健康在活十年 我们常常很多人到庙里求大小的愿望 我相信很多人 你有的都如愿 有的觉得好像如愿一点点一半 有的好像根本没有如愿 为什么 就是你的愿力 中间这个善行功德不足够 不足够换得你想求的幸福快乐的人生 你看一个普通的商人 可以成就自己事业的经济 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考上第一志愿 可以让他的父亲重病的心脏病 整整延寿十年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大家听出门道在哪里了吗 一个普通的商人他为什么有这个力量 就是佛法 就是要一子三宝 他人生的幸福安乐 靠他陈先生自己是辨不出来的 必须去实修佛法 才能衍生这些善行功德 才能换得他幸福安乐的人生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 人生开始有一个起点 后来有他的过程 最后有一个终点 过程 我真的发自真诚地奉劝各位 人生的过程要做什么 要学佛修行 要广行众善 你有一个终点 这个终点 你如果在过程都做得好 这个终点就会是一个善终 法复圆满之后 佛卡即将近三百本经善书 几乎结缘圆满 许多民众纷纷寻贯呼声活动 或主动布施供养 义工们发放平安吉祥餐盒 与大众结缘 祈愿每一位参与讲座之人 将收获的幸福快乐 传遍澎湖每一角落 记者汉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